中国男星碧文俊 过去硬参加选秀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的走红 虽然没能透过节目出道 但后来以令组男团next的主唱身份出道 人气甚至比参加选秀时还要高出许多 近期他出演电视剧《一人之下》 剧中他顶着一头白色长发 配上黑色浓眉和凹陷的脸颊 看起来仙气飘飘的样子 竟被中国网友拿去和向左对比 笑称向左怎么去眼张淋浴了 两人极度相似的五官 迎来不少网友笑翻直呼 两人可能是失散已久的兄弟 甚至一度有不少人怀疑 这真的不是向左吗 相关话题还冲上了微博热搜 不过也有网友指出 其实两人平时没有那么像 只是因为碧文俊在拍摄该剧期间受了太多 导致颧骨比较突出 才会在某些角度出现和向左十分相似的错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